哈喽 胖婷今天要讲的是世界十大未解之谜 女朋友为什么要生气 女朋友为什么又生气了 各位男同胞一定头很大吧 其实女孩子这种生物真的很复杂 胖婷也接触过一些情侣什么的 他们的相处模式是真的让人很迷惑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的一个朋友 然后她俩的相处模式是 女方不是很理解她的做法 就是她每次跟男朋友吵架 因为一些小事啊 比如说男朋友不知道干什么 没有回她的微信啊这种 然后她就会很生气 有时候严重的话 会把男方给拉黑 然后电话也打不通 然后不接啊这种 作为一个女生也 不是很理解这种离子做法 为什么要去拉黑 或者是消失 然后我就心想 你俩吵架这么严重呢 我就问她 我说你对象是怎么把你哄好的呢 她说她对象会给她买买买 给她清空购物车 然后她就会很高兴 然后就原谅她了 然后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 有一个同事 她说她当时跟她老公在一起时 也没有考虑什么物质的问题 就感觉人对了 她老公是一个很木讷 不懂得去哄女孩子的一个男生 而且男孩子没有谈过恋爱 也就是说我这个同事是她老公的初恋 因为男孩子没谈过恋爱呢 就是我朋友说谈恋爱初期就经常把她气哭 为什么 就比如说她不懂得给女孩子倒水 就是她的意识里面 就是不知道给女孩子倒水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生气了也不会哄 就是说别哭了呀 别生气了呀 就只会说这两句话 而且她跟我很像 我感觉我俩都属于三观还算正常的女孩子吧 她说她跟她老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她不会好意思花男生的钱 然后吃饭啊什么都会经常AA制什么的 当时肯定是拒绝的 但是她会想其他办法 或者送个礼物啊 或者夏东方说我请啊 她老公很直男 不会哄人 是她如果生气了 就会告诉她的对象 我为什么会生气 我生气了你应该怎样去做 然后才能避免以后这种事情的发生 她一般说了之后 她说就不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两人之间一定要去沟通 相互理解 孩子作和闹也算是一种好事情 说明她在乎你 如果一吵架或者一闹 对方很难哄 必须要你去花很多精力啊 或者说物质什么的 才会哄好的话 胖婷才要告诉你们 这个女生并不是很爱你 如果就是一些大的事情 什么 你做错了 但是你却理直气壮的 那么这样的男人也不配拥有爱情 因为他们爱的只有他们自己 胖婷想告诉各位在座的男性 千万不要和女生讲道理 千万不要 他们非常的讨厌 你讲道理 你也要趁她心情好的时候 后面的时候 你去问 她会很乐意告诉你的 但是如果她在气头上 你去跟她讲道理 那你基本上使得很清楚 面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你们是异丁的爱情侣 你们是不是觉得 每次见面后 你们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呢 说的再多不如去做 如果你是口海蓝 当我没说了这么多 胖婷要告诉你们 哄女孩子的干货了 首先 表情要一定要有错了的样子 不要嬉皮笑脸 对不起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这个人嘴巴又笨 又有一点点的后面子 其实我非常后悔的 你可以凶我呀 可以骂骂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你千万不要不理我 我还想要好好和你在一起 以上类型 适合会杀娇的男朋友的做法 先是正常人的做法 让她开心 你可以讲一个笑话呀 或者逗逗她呀 或者亲自下厨给她做 她喜欢吃的东西 你不会你可以去学呀 哪怕是做的黑暗料理 但是也许她吃着吃着就会笑了 在家里 你可以主动做家务打扫卫生 还比如说是上交你的工资卡呀 或者说你买她喜欢的东西给她 更狠的是你可以帮她切红购物车 可能有网友会问 胖婷生气了怎么哄 胖婷告诉你 胖婷一般不生气 没什么好生气的 但是生气了的话 带我去吃好吃的 保证两眼放光 比如说你在那里说好吃的时候 我的双眼已经放空了 想象着等会那顿大餐是什么样子 可能嘴上就说 就想用吃的来骗我 下一句绝对是 行行吧 吃了这顿再跟你算账 我基本上一顿没吃过后 就不会生气了 大家都想到真爱 拜拜